在他的号召和忽悠下 还真的有LGBTQ的人出来抗议了 但是他们抗议的这个点有点歪 他们并不是出来抗议说应不应该堕胎呀 你怎么剥夺女性的权利呀 他们说的是 为什么你们说堕胎的全是女人呢 男人就不能堕胎吗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你要是怀孕了 那你就是女人呢 因为只有女人才有子宫啊 很明显刚才这个长着大胡子的女士 是因为打了激素针 还做了切除胸部的手术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男人 但是其实他过的生活呢 跟正常女人没有什么区别 他嫁给了一个男人 还一起生了三个孩子 国度基业事工荣幸的邀请到了 安德鲁牧师来分享 启动土耳其以色列华人宣教的使命 安德鲁牧师在1993年回应神的呼召 前往土耳其宣教 他们建立教会援助难民 在历经23年之后 在2016年被控告为恐怖分子 被关押在土耳其监狱两年 后在2018年戏剧性的被释放 并被邀请进入白宫 与川普总统一起祈祷 5月19号星期四 美西早上7点到9点 亚洲时间晚上10点到12点 以色列时间下午5点到7点 欢迎来参加由国度基业事工 主办的线上分享会 一起来听一听这位传奇人物的宣教使命 如果你跟我一样在乎自己的形象的话 这边建议你去 Abounding Glory 买一件衣服 Abounding Glory 是一间基督徒的公司 专门使用高级的面料 帮助教会还有敬拜团 不只是T恤啊 还有什么那个 武器啊那些东西 他们使用特殊的印花方式 来让很一般的印花更有特色 我今天穿的就是他们其中一款 真的穿起来非常舒服 想要同款商品 现在就可以去 Aboundingglory.com 购买他们的衣服 不但可以帮助一间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购买金额的10% 也会来支持AINews 继续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购买时使用折扣码AINews 也会同时享有5%off的优惠 现在就去Abounding Glory 购买他们的衣服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